我们普遍认为 机器人只不过是按照程序运行的工具 那么当它拥有了人类的外表 产生了喜怒哀乐的情绪 你会不会把它当作人类呢?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机器管家》 我叫安德鲁 是个在旧金山流水线上生产的机器人 眼前的这四个人是我的主人一家 在这里 我每天打扫 做饭 是一个合格的管家 闲暇的时候 我也会坐坐木雕 听听音乐 这天男主人偶然发现了我的才能 他认为我与众不同 带我来到机器公司 把这件事告诉了管理者 可他却认为我是残次品 想要摧毁我 以避免公司的损失 好在男主人拒绝了带我回了家 还开始教我学习很多东西 在这个家里 我最喜欢的是二小姐 她教我弹钢琴 一直到她长大 这天她告诉我 她就要结婚了 还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我按照设定的程序 恭喜她即将迎来新生活 她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邀请我去参加婚礼 那是我第一次穿上衣服 看着她和丈夫离开的背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 时间一晃 过去了12年 在这期间 我读了很多书 了解到一个对人类非常重要的东西 自由 我想要自由 于是我把这些年做钟表赚的钱全部给了男主人来换取自由 男主人思考一夜后 答应了 还把钱退了回来 离开家后 我来到了海边 在这里造了一间小木屋 我有了自己的家了 在独居了许多年后 二小姐找到了我 他说 男主人要见我最后一面 我见到他了 白发苍苍 看起来很安详 他握着我的手 离开了世界 我决定去寻找其他同类 在这之后的20年里 我找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可没有任何一个机器人跟我一样 我失望地回到了旧金山 遇到了致力于改造机器人的大胡子 他说可以帮我做人类的外观 从皮肤到头发 每个细节都有 这下 我看起来和人类一样了 我回到了之前的家 见到了二小姐 可她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 原来这是她的孙女小波 我离开了20年 她已经老了 不久后 二小姐也去了天国 握着她的手 我很想哭 可是我不能 因为机器人没有眼泪 于是我又找到大胡子 让她帮我安装了所有器官 这样我就不再是机器 而是一个生物了 或许是有了生物的情感 在和小波相处的过程中 我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她 我们一起参加舞会 一起下棋 一起聊天 终于我鼓起勇气表达了爱意 可小波害怕世人不接受我们的结合 我决定站上法庭 去争取成为人类的权利 可法官却说 虽然我拥有人类的器官 可人类社会无法接受一个长生不老的人 我只能作罢 许多年过去了 小波也老了 只要她愿意接受改造 就能再活许多年 可她不想长生不老 她要遵从大自然的规律 面对死亡 没有了她 我独自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最后一次找到大胡子 进行彻底的改造 抹去了长生不老的能力 再一次站上法庭时 我告诉法官 宁愿作为人类有尊严的死去 也不要当机器人一直活着 鉴于事情涉及面太广 法官没有当庭决定 而是让我回去等消息 这一等又是好多年 等到法官宣布时 已经是我的泥流之际了 小波以为我没有听到 其实我高兴得不得了 终于 我作为最长寿的人类 离开了这个世界 只是我不知道的是 小波为了能和我在一起 让护士 关掉了他的生命维持器 我叫安德鲁 曾经是个长生不老的机器人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比如眼看着我爱的人一个个离去 所以我选择了变成一个人类 和他们一起变老死去 我很幸福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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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